最近這幾個月忙啥呢? 共產黨繼續執政? 大家都在擔心這問題 那麼我很多經歷在跟大家溝通 中國不會亂 我中共的上層人物 99%的想幹掉這幾個壞蛋 從黨的利益出發他也這麼做 從中國人民利益和9000萬黨員的核心利益 大家的希望上 可能就在下一秒鐘他們被滅了 實行了軍事政變 或者說政治政變 不可能出現社會動亂 那麼大家都擔心什麼人會上來 我說一定不是 出生於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人 像王岐山、孟建柱這好的 滿腦的文化大革命 階級鬥爭邏輯 愚蠢至極 完全跟人類和現代的世界脫鉤 這個脫鉤到脫鉤到的程度 就是中國人的災難 我下壹個一定是有強烈的國際意識 而強烈的法治意識 是誰我真不知道 我說反正我們肯定不是 我們也沒這個能力也沒這個心 但是中國一定會在那個時候實行兩黨 實行法律的獨立的法治系統 中國老百姓一定不會讓他亂 因為美國已經多方 我相信做好了 中共迅速倒塌的準備